说到玛雅书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知道名字 但是却和本人对不上号 但作为吴奇隆的前妻 玛雅书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近日刘诗诗缠词 吴奇隆也发表微博晒幸福 而许久没有出现的玛雅书 却也突然有了消息 最近玛雅书现身新戏活动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玛雅书虽然是素颜打扮 但是完全没有一丝疲态 而且状态出奇的好 只见玛雅书上身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 裤子是一条简单的宽松的蓝色的牛仔裤 虽然造型非常简单朴素 但是依旧相当亮眼 只不过由于吴奇隆和刘诗诗有了宝宝 这时在微博上成功登顶热搜第一名 有个不知死活的记者 却向玛雅书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玛雅书对于吴奇隆和刘诗诗有了宝宝 这时怎么看呢 结果没想到玛雅书确实没跳进这个坑 只是看了记者一眼 笑笑没说话 这个记者也是自讨没趣 但是从这一点上来看 估计玛雅书也是还没完全忘记吴奇隆吧 要是真的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估计玛雅书也肯定会大方送祝福的吧 其实虽然玛雅书离婚了 年纪也已经42岁了 但是在和十多位女性的合照中 不说气质也多好 但气场却很强 其实玛雅书和吴奇隆那段失败的婚姻 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津津乐道 因为两人离婚似乎是因为没有孩子 是的 那时候还有很多传言指出是吴奇隆的问题 所以两人结婚好几年 玛雅书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反应 而后来两人离婚 玛雅书再嫁 就很快怀孕 生的还是混血宝宝 而吴奇隆和刘诗诗结婚好几年 也是没有孩子 所以这样的传闻倒是显得可信多了 只是现在两人的小宝宝都出生了 总算是打发了那些造谣 全靠一张嘴的人的脸了 但还是不得不说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玛雅书 现在看来也就是幸福的小女人的样子 玛雅书在婚后 丈夫是个外国人 但是不影响两人恩爱 而且玛雅书也低调了很多 看来是沉浸在自己幸福的生活里了 而吴奇隆也遇见了刘诗诗 看来两人都遇上了对的人 如今吴奇隆有了自己的小宝宝 两人私底下如果还有联系 一定是互相祝福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